王洪文在十大当上副主席之后 发现自己既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和不来 也和以叶建英为代表的军界人士搭不上话 他还是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比较能谈到一块 十大之后中国的政治名词里就多了一个称呼 四人帮 四人帮一度被称为上海帮 虽然他们四人之中无一上海人 江青是山东都城人 张春桥是山东剧野人 王洪文是基林长春人 姚文元则是浙江诸记人 共十大 在十大上呢 我们知道这个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他们结成了四人帮 而且全都进了政议局 其中一个是副主席 一个是常委 两个政议局 顺利得到了提高 江青呢 他在林彪事件之后 他自以为 他毕竟是毛泽东的结巴 尽管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把他看作结巴 因为当时来说毛泽东中来康生 第四个就已经是江青 那么中来已经 当时已经发现有癌症 这康生也病得差不多了 毛泽东也已经是身体中瞎破落了 所以江青以为呢 在中国就是天下是他的 1973年 江青邀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女教师 罗克山 维克特 为自己作传 此举受到了毛泽东 周恩来的反对 十万次的采访记录 也被全部清理封存 然而 1973年 大陆忽然出现了一本 《红都女皇》 吹捧江青 红都女皇事件 当时在社会上不禁而走 沸沸扬扬 这里头我要讲一个故事 就是 这是我直接接触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北京都盛传 江青要当中国总监主席 正好呢 毛泽东的这个儿媳妇呢 刘松林 有机会呢 去看毛泽东 他就问 他的父亲 他说 现在外头都在传 江青要当主席 毛泽东说了 一句话 不会的 他不行 刘松林 刘松林一听到这六个字呢 非常非常的高兴 回到家里呢 他后来他的丈夫 叫杨茂芝 刘松林给就是说 主席给我说的 说江青当主席啊 不会的 他不行 心直口快的杨茂芝 在得到这一消息后 立即在他所在的部队里 进行了宣传 江青得知后 杨茂芝和刘松林 双双悲壮 我采访过刘松林 他还比较熟 他说我就进了个监狱 进了监狱 在那里关了九个月 他说我关的时候呢 我被提审过 审到 审到人是谁呢 王红文 王红文审我审了几次 因为江青当时 就是吴长江司令部的化身 你一共江青还行啊 刘松林呢 他告诉我 他后来就干脆就写了封信给主席 信写好之后呢 他说我没有封口 在王红文第二次提审他的时候呢 他当面就交个网络 王红文 看了这封信之后呢 他不敢不交给毛泽东 因为他知道这个刘松林迟早有一天要出来 他如果把这封信扣住的话 那将来这个罪名是很大的了 所以他也就是 所以他也就是真的是交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后来在刘松林的封信上 就批示 就哇哇们 无罪 幸亏有毛泽东的批示 杨茂之和刘松林才被释放 逃过一劫 在四人帮之中 江青与张春桥即是最早 他们三十年代都生活在上海 1955年的反胡锋运动中 由张春桥主持的解放日报 接连发表了姚文元批判胡锋的文章 张瑶从此有了交往 1963年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前来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景师 派出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 于是江青和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文革前夕为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张春桥向江青推荐了姚文元 由毛泽东授意 江青张春桥直接指导 姚文元在秘密状态下 启成平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成为文革序局 文化大革命爆发 中央文革成立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小组 江青为第一副组长 张春桥为副组长 姚文元为组员 江青是扎扎扎扎扎的 姚文元是一个完全是书生型的人 这个里头只有张春桥是一个理论家 而且他是一个思想家 所以他要搞张春桥思想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张春桥他说 我的一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出一本毛泽东传记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张春桥他这种 所以这种眼光的独到跟人家不一样 当时外面称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 他们借着文革起家 平步新云 登上了权力巅峰 中共十大张春桥进入常委 江青姚文元进入政治局 按党内职务张春桥最高 姚文元与江青平级 但张春桥姚文元对江青基本上是耳皮弥红 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王宫文 对江青也是如此 毛泽东有时候对江青的批评也很厉害 话语气也很重 说你的任务就是这么点 是怎么怎么了 不要搞四人班了 而且还要江青 就四人班就写检查 王宫文元都写检查 当时 姚文元为了辟邪 他从钓鱼台搬出来 还有就是王宫 一看到有什么会 他们四个人在一起 他说我们还是分开点了 这就是连他们自己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 1973年以后江青见毛泽东的次数就少了 几次打电话要见 毛泽东总是推托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 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 指着江青说 他算上海帮呢 你们要注意呢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迄今为止 有案可查的 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的话 虽然毛泽东与江青愈行愈远 但毛泽东还是能一忍再忍 因为经过多年文革之后 江青实际上已经成为文革的某种象征 毛泽东虽然多次批评江青 但无意也不可能把江青打倒 林彪事件当中 总参谋长黄永胜 空军司令吴法宪 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 总后勤部长邱惠作 等等一批的高级将领被牵扯进去 然而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 斗争的矛头开始扩大 这是因为在清查当中 又发现了一届高级将领 对林彪有过所谓效忠的言论 1969年3月15日 苏联调起边界事端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 1969年3月5日 在中央的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 全军进入紧急状态 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 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处于特殊的地位 1973年的毛泽东已经80岁了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他开始从方方面面考虑深厚的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环节 就是军队问题 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为庞大的军队 怎样保持军队的稳定 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 邓小平的建议 把大军区司令对调 因为在林彪事件出来以后 毛泽东在清查林彪的罪证过程中间 江青等人给他报了不少的军区司令和林彪的来往 由于林彪和江青集团呢 两个集团之间有矛盾 所以呢 在清查过程中间呢 发现了这些司令员的一些 或者是信呢 或者是当时或者是叫做效忠的一些言论 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 是吧 一些话 当时被认为是效忠 八大军区司令中 如韩仙楚 杨德志等人 都曾经是林彪的部将 杨德志从红军之初 就在林彪会下的红衣军团 韩仙楚从延安 随林彪到平行关 后随林彪从东北 一直打到海南岛 尤其是 李德生 许是有 韩仙楚 杨德志 他们被认为呢 给林彪写过信的人 所以江青他们呢 利用这个来打击这些将军们 这个呢 是出于毛泽东意料之外的 因为军队与林彪有着某种特殊关系 十大之后 毛泽东指示王洪文江青等人 调查测试 许世友等人因此大受牵连 起初许世友认为事情很简单 弄清楚就准备回南京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 对调查情况并不满意 情急之下的许世友犯了心小痛 却压抖身 还发了高烧 黄河大利一开始呢 全面内战 就是军队来接管一切 那么八大军队司令呢 实际上在当时呢 是地方上最高的船尾 他们在这个地方呢 一直到1973年 还是兼任着省委的书记 所以这个清查 搞不起来 说他们在位谁敢查他们呀 于是毛泽东呢 就想到了 把他们调开 然后呢 由当地的群众啊 或者军队的下级干部啊 来揭发他们 看他们跟林彪 有没有真正的 这种那个政治上的关系 八大军区这个司令的对调 也都是有关系 他只有才建议八个司令对调 人家没话好说 如果是彪一个 这就不好办 或者两个人对调 就不好办 他全国来那么一下 他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步棋 虽然时光仍然 年老体衰 但是军队最高统帅 毛泽东的威严 在这些将领们心中 早已扎下了根 我跟你说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在党 在中央的领袖地位 最终的确立是1943年 也就1943年以后 党内没有哪一个人 他有这个资本 有这个权威 有这个威胁 能挑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没有 这个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按着自己的思路 主持会议 在政治局委员 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 对调的提议后 毛泽东建议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 共唱三大纪律八项主意 于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 政治局委员一起唱歌 唱完歌 毛泽东又解释说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 不行呢 搞久了 游了呢 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 因为有的大军区司令员 在一个地方已经待了一二十年 他认为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 搞得关系盘根错节 对工作不利 而且呢 要求大家 只待一个警卫员和家属 其他人一定不去待 为什么呢 调到那些地方去了 那干部都换了心的了 不是你原来的老干部了 有利于查清你们的问题 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命令 之后 当着各大军区司令员 军兵中主要领导的面 毛泽东 想给西班人王洪文一个机会 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点微信 便委托王洪文点名 但是在毛泽东面前 温顺的将领们 此时 却神态居傲 冷面相对 将领们坐着都不动 都不起来 就坐着 都不动 军队是特别长的资历 他们是 是靠这个清新万古 靠实力打出来的 王洪文 这个 这五十年代 他还是个小士兵 甭说跟学士有比 你就是跟这些 不定的很多那些 市长 传长比恐怕 王洪文的之类都 都远在他们之下 所以这些人 不可能内心的 特别佩服他 这个时候 中文来看 这个场面很尴尬 之后中文来就 开始报了 徐世勇 之后呢 徐世勇还说到 然后一个个司令 中文来一点 全部都说到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应当每隔五年召开一次 然而从一九五六年 中共的八大 到一九六九年 中共九大 期间竟然相隔了 十三年的时间 而中共十大 也应该在一九六九年 九大之后的 一九七四年举行 但是中共十大 却是在一九七三年 八月举行的 比原定的日期呢 提前了一年 原因就是 林彪事件之后 中央高层领导结构 已经残缺不全 需要抓紧时间 来建立一个 林彪事件之后的 新的领导班子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人民大会堂三楼宴会厅 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 正在举行酒会 各国来宾 环歌笑语 全然不知下面 正在举行 中共执政以来 唯一的一次 秘密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大 林彪事件之后 毛泽东也整整两年 没有迈进人民大会堂 这一次 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步履缓慢地 登上了大会堂的主席台 他的身影刚也出现 全场代表 马上起立 平民图展 林彪事件后 在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里 有三分之一的成员受到审查 在中央委员会里 出任解放军各军兵种 和政府各部委省市革命委员会 一把手的舰命们 也有一些人被隔离审查 文革开始后不久 实行军队干部 支撑国家机器的三支两军体系 需要新的政权力量 和体系来替代 咱们在这个文化大文明期间啊 一共派了二百八十万 部队 就是干部和战士 做呢 三支两军 这个三支是什么呢 知左 知工 知农 接管了中央各个部 是吧 国务院各个部 就比如说中央组织部 他也是有军代表 是吧 这个公安部也是 公安部没有说是军管 但是他的那个第一把手 也是部队来的 而且都是现役军人 中共十大从筹备到召开 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惊慌 选取权 王洪文认为上海代表 没有合适的中央委员候选人 于是联谊打电话要从盛海代表以外 挑选一批工人造反派骨干 作为实界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暴走 结果闹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奇闻 不是代表大会代表的一些人 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而当选本人竟然不知道 更为离奇的是 他们还把河北省一个还未入党的造反派头头 封为实大代表 理由是他在组织上虽未入党 但在思想上却早已入党 中共十大从筹备到召开 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连九大三中全会都没有召开 甚至不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毛泽东开始了他新一轮的人事布局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呢 他自己认识到了 共产党昧造成的 大量的冤假错案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呢 他又不愿意去否定文化党命 所以呢 他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架构 就是说想由周来邓小平 来管理外交和经济事务 由王洪文 江青 张春桥等人来抓意识形态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 这个矛盾的现象 就是说 我们的宣传 口号和我们实际要做的 互相打架 于是呢 在中央高层呢 就形成了一个 坚持和推行文革路线的 一派 和抵制纠正文革路线的 一派 这样一个两军队 8月3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十届一中全会上 毛泽东当选为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王洪文和周恩来等 一起当选为副主席 刚刚付出不久的邓小平 当选中央委员 就说 好像总有一种 看不透的感觉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76年后来 黑暗门事件呢 包括那些 场面非常 那个令人 那个 这个难忘的 那个 那个大事件呢 实际上都在 1973年 潜伏下了 这个 党部署 在中共时大上 一批新面孔出现在政治局 包括华国锋 华国锋 原名苏住 1921年2月16日 出生于山西省郊城 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 华国锋任中共郊城县委书记 1949年初 时任进中南下支队宣传部部长的华国锋 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省 一任乡团县委书记 乡团地委书记 后任湖南省委书记 1971年上调中央 进入国务院业务组 协助周恩来的工作 他说一下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他在山西南下干部 他南下下到哪里 正好下到湘滩 毛泽东的家乡 成为毛泽东的父母官 他把毛泽东的家乡弄得很好 也正因为是他的 是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 所以他的一些文章 他的一些报告 或者他的一些工作经验 如此得受到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对他的多次接见 1971年毛泽东南巡 实际上就是到南方去宣讲 九届二农全会上林彪的问题 这个过程间见到了华国锋 华国锋上了毛泽东汇报 湖南的农业 搞得怎么样 滔滔不绝讲了很久 因为华国锋当时 已经提升到了湖南省委书记 然后听了以后 最后呢 他不高兴 说了一句话 说你是满脑的农业 我是满脑的路线 由此可以看起来呢 华国锋这个人呢 他确实是比较厚道 而且比较务实 在中共时代上 周恩来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 是由张春桥 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 正如江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 肯定和继承了九大的错误 使左倾思潮延续下去 石大是由毛泽东主持的 会议结束时 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 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 所以在石大的新闻记录片中 没有他退场的镜头 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按惯例呢 是毛泽东离开 以后呢 代表们才离席 但毛泽东突然就站不起来了 于是周恩来就对着会场代表们 说毛主席请大家先走 大家一边鼓掌 一边就离开了会场 毛主席就被掺出去抬出去了 1973年的中共十大 虽然确立了继续坚持文革路线 但毛泽东已经到了垂暮之年 而周恩来也已经病重 接班人的问题 如此严峻地摆在了毛泽东及全党的面前 林彪事件之后 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极左势力受到重创 然而在中共十大上 毛红文被确立为接班人 并且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结成党内的四人帮 而华国锋进入中央政治局 也为他日后成为中共最高领袖 打好了历史舞台 最重要的是老干部 尤其是邓小平的付出 则为后来拨乱反正 结束文革路线 竟然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埋下了伏笔 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